Hello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 我们在录制视频的时候 一个小技巧 就是局部放大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一个 打比方以这一个 百度图片的这个界面为例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在电脑上演示的时候 它录屏是整个电脑屏幕 那我们想在某一个地方 做重点说明的时候 因为字体太小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影响这个体验感 那么就我们这边 这个界面来讲 我们想把左上角放大 我们一键就可以实现了 那也可以把右上角放大 那大家看一下 然后左下角放大 也是没问题的 你看右下角放大 也是可以的 那右下面中间的话 放大 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正中间放大 也是可以的 OK 那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呢 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在实现这个功能之前 我们需要下载一个软件 我们打开浏览器 这个软件叫obsmovetwisting obsmovetwisting OK 我们点开 点开这一边是它的主页 我们点进去 那这个就是它的主页 那英文的话看不懂的 那我们可以把它换成是中文简体翻译过来 翻译过来 翻译过来以后 它这边有很多这个安装说明什么东西的 我们直接点下载 下载到这个界面来讲的话 这边很多版本 大家不要下载错了 根据你的电脑的一个系统 这边是Mac版本 这边是这个 这边是Windows 那我们这两个下载哪一个都可以 我们建议下载这一个 下载这一个1.6兆的这一个 那我已经下载到桌面去了 我就不用再下载了 那么这个文件安装呢 是需要有一个限制的 要把它拷贝到我们安装OBS的这个文件夹里面 打开 然后这个OBS 把这个文件拷贝过来 拷贝文件过来以后 我们不要再解压 直接解压 解压以后就是这一个文件 我们点击安装 这里360会提示发现目码 立即清楚什么的 我们把360给它关掉 我们把360关掉 因为很多这些软件 360杀毒 杀毒软件 包括这个360安全卫视 它都会 我直接退出 它都会爆这个有毒什么东西的 我们重新解压一下 OK 这个我们放弃安装 现在安装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安装目录换一下 换到我们这个里面去 OK OK 安装 直接点下一步 OK 安装成功 安装成功以后 我们重新打开这个 OK 现在我们打开OBS 那么在这个场景这个地方 它已经有一个显示器采集了 我们再新增一个 新增一个窗口采集 那打比方 我们要把EDGE浏览器的这个界面 把它调用进来 OK 确定就行了 我们以这个界面为例 我们来演示一下 怎么样的设置 那我们现在想方便的话呢 就是想把这个屏幕分成九宫格 分成九宫格 那九宫格来对应到我们键盘右边的那个 数字键那个地方 打比方一是左下角 那三是右下角 七是左上角 九呢 是右上角 我们分别把它放大 好的 我们在场景这个地方来新增一个场景 我们命名为期 确定 然后我们这边给它增加一个 OK 我们以这个来做一个演示 那么这个七呢 在键盘里面对应的是左上角 对不对 左上角 那我们把这个给它放大 把这个给它放大 那放大的这个是左上角比较清楚的地方 OK 我们再来复制这一个 这边点复制 复制一个我们选八 我们选八 那这个八的话呢 它是在键盘上对应是上面的中间 对不对 那我们把这个朝中间拉 朝中间拉 这个这个这个标示 基本上在中间 对到中间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八 那我们再复制一个 九 九的话是右上角 那我们再再朝朝这边拉 把右上角显示出来 我们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 我们复制四 四的话是 是左边的中间 对不对 左边 那左边 大家看到左边这个这个标示 它的中间就可以了 然后再复制一个五 五的话是正中间了 对不对 正中间了 然后再来复制六 再来复制六 六的话是中间的右边 对不对 OK 一 一的话对应的是左下角 是不是 左下角 OK 我们把左下角弄到这里来 然后二 二的话是这个下面的中间 下面的中间 OK 然后再来个三 三的话是右下角 右下角 OK 那这样我们第一步就设置完了 第一步设置完了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转场特效这个地方 那我们再新增一个转场特效 它比方叫目五 目五一 OK 目五一 那么这个方向来讲的话 它是这个出场动作 它是从左还是从右 还是从上 还是从下 它比方我们想下滑入确定 那这个地方的时间 我们给它改一下 它比方改到700毫秒 改到700毫秒 好了 这是第二步 那第三步来讲的话呢 我们在设置里面 展开设置 设置里面这里有个热键 热键的话 我们朝下拉 朝下拉 OK 这个123是什么的 我们对应的场景啊 这个地方就敲个1上去 这里敲个2上去 我们把它这个场景对应的快捷键给它弄一下 这里是5 对吧 6 7 8 9 那这个场景的话 我们给它 我们给它 我们给它射成0 射成0 射成0 0就是 就是主窗口 不放大的 这里点音用 好了 我们来试一下 用数字这样试一下 大比方我们现在是 我们试一下左上角7 这是7的 大比方右上角9 OK 右下角3 对不对 左下角1 正中间5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在漏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一键起到这个作用 那最主要的是这个用键盘控制它比较方便啊 不用来回切换这个OBS里面 还要用锁标来点这个东西比较麻烦一点 对吧 那最主要是提醒大家有一点就是你在漏字过程当中呢 你敲了哪个键你要知道这个键是哪个位置啊 你这个位置介绍完了以后 你要换其他位置的话 你要换换那个键的了 你要更换一下了 不然的话你后面露出的全部在这个键的位置啊 到时候就不好看了 你要重新露 好的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